晚上好 我是威敏 欢迎收看4月15号的百革大事迹 沈可廷撞死八名其文行脚车少年案 4月13号改判有罪 依旧是高度热议课题 昨天的舆论争议就围绕在 被告当年选择未宣示自变 是否是个明智选择呢 根据刑事程序法典第173条 被告在自变时可以有三个选择 一是在证人栏给有宣示的证词 能够被盘问 第二是在被告栏给没有宣示的证词 不能够被盘问 第三是保持沉默 而沈可廷当初选择了第二选项 就引起了律师们两极讨论 部分律师认为 不应该让沈可廷如此共振 因为未宣示自变的供词 在刑事案里面的重量几乎等于零 这也加大了上诉难度 但另外一边的声音则是觉得 辩护律师或许是考虑到了 他年仅22岁 心思不缜密 担心他如果面对盘问会说错话 而为了避免前言不对后语 才选择未宣示自变 另外来自吉隆坡的向日葵 慈善组织创办人兼主席谢华光 昨天拜访了沈可廷的父母等人之后 今天向新周日报透露 家人固然担心沈可廷 但都是保持正面心态 决定先召开家庭会议 一起商量需要处理的事物 包括是否要加强律师团队 而沈家也希望各界 不要把此事牵涉至政治与种族课题 也不希望任何媒体或者是政党揭露 而根据联邦法院电子系统 上诉庭将在4月18号早上9点 审理沈可廷提出的上诉准令申请 乌统最高理事会昨天通过的四项议决 分别是会继续提成反跳槽法案 执行2021年乌统大会通过的提案 一致提议让伊斯曼·沙比利成为 来临全国大选的首项人选 以及不会再与西蒙签署谅解备忘录2.0 那么乌统最高理事阿曼·阿兹哈表示 这些一决都是在乌统一家精神之下的一致决定 以朝着第15届全国大选方向前进 他强调现在不是分裂争论的时候 乌统目前的主要敌人是西蒙和国盟 所以在面对第15届大选的测试前 乌统需要以一个团队行动出发 和继续接触人民 尤其是第一次投票的年轻选民 那么被推举为首项人选的伊斯曼 今天也说了 最高理事会的一致决定 证明了乌统内部并没有派系之分 党内分裂的传言也不攻自破 那么乌统的这个首项人选出炉了 是否代表着大选将至呢 伊斯曼坦言他还不知道 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会遵循党义 不再续约MOU 另外一边想 身在国盟的伊党 虽然对巫统推选伊斯曼的决定 表示欢迎 但却希望MOU能够获得延长 伊党总秘书达基尤丁告诉马来邮报 他们希望与西蒙签署的备忘录 能够延续到全国大选 因为这将有助于 我国从冠病疫情中恢复社会经济 首项访问阿联酋 两名大马外交官因为接待不当 而被召回国的风波延续 如今一名退休高级外交官 也把枪口对准外交部长赛富丁 认为赛富丁需要为代表团 为能够管理好行程安排 负起全部责任 这位在外交领域服务36年的资深外交官 丹尼斯向网媒The Vice指出 这种情况是赛富丁处理不当的一个案例 因为依他的经验 外交部长都应该要知道首相的行程 并且事先做好必要的准备 他也不相信这两名被召回大马的 这个高级外交官会犯下不称职 或者是疏忽的错误 因为贵宾车队和保安问题 都是标准程序 是睡觉都可以做的事情 至于平平被点名的赛富丁 则是暂时没有针对这件事情做出任何的回应 那么今天的百格大事记到此 感谢收看 也记得订阅知识百格